有南加州高校联盟文学社出品的美国故事新书发布会 10月7日在圣盖博西尔顿酒店举行 圣盖博士议员高校联盟校友丁炎瑜 高校联盟2023年会长孙舒婷 理事长伦炳强 高校联盟前任会长张明 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彭南林 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王伟 出席发布会 并对新书的发布表示祝贺 发布会由文学社社长李学主持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在这里召开我们高校联盟第一部新书 美国故事的新书发布会 这是我们高校联盟校友们的作品集 以及包括很多北美知名的作家 那么这本书我也看了 里边的很多文章非常的精彩 可以用巴克斯来形容真挚动人才华横溢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部作品 那么我们也希望高校联盟文学社能够以这样一个平台 服务更多我们的校友们 我们的文学爱好者 然后我们以后也会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把我们更多的故事交给大家听 高校联盟经过几年发展 相继成立了17个专业俱乐部 文学社已成为南加州文学爱好者聚集的平台 美国故事汇集了30位美国华文作家和诗人的作品 作者以亲身经历与成长见闻 真实记录了华人努力生活 艰难融入 圆梦美国的点滴历程 该书已在亚马逊销售 售价为17.99美元 据悉 第一次刊印的350本已经授庆并将陆续增益 美国故事是高校联盟文学社第一次出品的作品集 它包含了30位作家和诗人的优秀作品 创意始于7年我们举办的美国故事正文比赛 我们当时邀请著名的评委 刘荒田 陈久和邢安三位 匿名评选选出了15名作者 后来我们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好 值得再去把它留存下来 于是我们今年组建了5人的编委团队 从新约稿经过数轮审编 最后终于正式发布 目前美国故事已经登陆亚马逊售价18美金 北美著名作家 焉鲁大学教授苏伟 为该书写了序言 距离是金 著名诗人胡野秋先生 也写了序言北美的诗歌季风 无论是苏伟眼中的距离是金 还是胡野秋口中的诗歌季风 都一语道破了美国故事独特的写作视角 和文学价值 北美著名散文家刘荒田 北美著名小说家陈九两位评委 也通过视频 对30位作家和诗人的作品 给予了高度评价 感叹南加州高校联盟 人才积极 新书发布会上李学 李山 蓝鸟 秋鸣 孙超五位编委 与大家分享了各自的感想 著名诗人蓝鸟表示 美国故事一篇篇散文 一首首诗歌散发的书香 秀出了四个大写的字 精神贵族 作家秋鸣则强调要写出 AI永远写不出来的东西 才是将来作家的生存指导 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监视长 作家叶周 著名短篇小说家 作者张慧文表示 美国故事从足考到编辑 经过精心策划 体现了对文学的执着 勤奋和敬畏 美国故事征文比赛得奖者 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 老金的黄金梦作者北奥 征文比赛一登奖获得者张敏之 也分享了得奖作品创作的感悟 会上王伟 孙小璐等 还朗诵了该书的部分作品 全美电视台记者 盛代博士采访报道